此刻已快到黄昏 日月同辉之时 若你手中是七叶钉 会散发七彩之芒 若方某说错 当着所有宗门弟子之面 向你父亲请罪 从此 你在之地 方某避开 孟昊大秀一甩 言辞斩钉切铁 他与这周姓老者 一番辩论 早已过了讲解的时间 此刻 远处黄昏江线 月影已模糊存在 这番辩论的时间 虽长 可此地的药童丹师 却没一个不耐 反倒兴致勃勃 真的如痴如醉 一派胡言 老夫今年一百三十七岁 你才多大 老夫岂能认错草 嗯 周姓老者 怒声开口 可的话语 还没等说完 此刻天空黄昏苍麻 正是到了日月同辉的一瞬 可他手中的药草 任由黄昏之芒 落在叶子上 却没有丝毫 七彩之光散出 这一刻 不用梦昏再说些什么 整个山谷内所有的药童 都轰然的嗡鸣起来 这不是七叶丁啊 居然 这周主罗 居然真的拿错了药草 连药草都拿错 他所说的丹道 谁还能听啊 四周的一句句声音 落入周姓老者耳中 让他面色苍白 那一道道声音 让他几乎无地自容 更是在内心升起了怨度 死死的盯着梦昊 还在挣扎 黄口小儿 一片胡言 老夫一甲子前 就是主庐 你 一甲子前你是主庐 一甲子后 你依旧还是主庐 而方某 黄口也好 小儿也罢 此刻的身份 地位 与你一样 一甲子后 更是会成为 你需要仰视膜拜的存在 因为你的丹道 错了 孟昊站起了身 看都不看着周姓老者一眼 向着山谷外走去 他的这句话 轰鸣在了周姓老者的耳中 回荡脑海 这一下午的一幕幕 更是浮现 使得这老者身体哆嗦 抬手指着孟昊 竟直接喷出一大口鲜血 错了吗 错了吗 周姓老一时 惊望了反驳 脑海 回荡孟昊的话语 孟昊离开了 在此地数万药童激动的目光中 目送着他远去 注定了 从这一天之后 孟昊在丹东一脉的名气 将再次轰动 也注定了他日后的讲解 定然是火爆至极 只是 世间之事 难以琢磨 孟昊 于子韵宗的安逸 也终有结束之时 在于周姓老者的辩言一个月后 孟昊 于宗府内 刚刚在一枚丹药上刻下顶印 正幻想着 未来大把大把的灵石 准备借着宗门之力 再多炼制一些丹药时 他接到了一枚令简 此令的内容 是丹东一脉 所有主炉丹师 一致推荐 让孟昊这里 外出历练 任何一个丹师 在成为主炉后 都需要外出历练一番 此事是规矩 不过 也可变通 毕竟丹师大都喜欢独自炼丹 一般情况下 不愿外出 可这一次 是青罗宗来人 下了大代价 邀请子韵宗派出两位主炉丹师 一位讲解丹道 一位则炼制 几如特殊的丹药 这种事情 多年来难遇几大宗门 与家族经常进行 会聘请子韵宗的丹师 到自己的宗门内 讲解丹道 炼制丹药 比如利涛 哪怕并非主炉 也在一个月前 被拍下筑基天的李家请走 而孟昊这里 因其成为主炉的方式取巧 这一次青罗宗来到子韵宗请主炉 其他人 其他人便一直推崇了孟昊 其内 要看他笑话之人不少 毕竟外出一个大宗门炼丹 所炼丹药 绝非寻常 无一不是 非主炉 不可炼 再加上 孟昊这里的确是符合 丹东一脉 新进主炉 要外出历练的条件 所以最终 孟昊便收到了这枚 让他无法决绝的令简 青罗宗 孟昊皱了下眉头 孟昊有心不去 可这令简已发 他找不到理由拒绝 尤其是 他这半年来 欠下宗门的丹药 已创下了记录 这些债务 虽说不是立刻就要去还 可宗门一笔笔都记着 早晚要练出这些丹药上脚 否则的话 孟昊想要获得药草 就会被限制 而这一次的外出 给青罗宗练丹 除了完成了历练外 还有额外的收获 可以大大的减少 他这里于宗门的债务 以方木的身份 去一趟青罗宗也好 孟昊沉吟片刻 目中露出果断 更是在决定去青罗宗的一瞬 他的脑海里 浮现出了许师姐的身影 还有韩贝 还有那道子周杰 以及当年 与青罗宗之间的 一系列往事 这一次 我是以子韵宗主卢丹师的身份 行走难约 孟昊笑了笑 起身大袖一甩 整理了一项所需之物后 便拿着令箭 走出了洞府 数日后 周大师 房大师 这是我们青罗宗盛产的青罗果 每一枚都如穷浆 平日里只有宗门长老方可享用 紫韵宗外 一艘巨大的舟船 正向着远处天空呼啸而去 这舟船通体清澈 速度之快 如同穿梭虚无 其内有数十青罗宗弟子 一个个修为不足 竟都是筑籍境界 更有一个结丹修士 是这一次青罗宗请 紫韵宗丹师的护丹者 此刻 正端坐在正中的舟船内 带着微笑 藏着若有所思之意 望着眼前一个 穿着黑色长袍 戴着紫衣之盲 满头白发 仿佛倒鼓先锋的老者 在这老者的身边 则是面色白皙 俊朗不凡的一个青年 这老者神色淡然 隐隐尊高 修为筑籍后期 正是一个月前 与孟昊在山谷内 有争执的周姓主炉 其旁青年身上 又淡淡的丹香飘散 看起来不像是修士 而似书生 自然就是孟昊 此地青罗宗 除了这位 杰丹修士外 还有一人做陪 这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 穿着一身青色长袍 看起来自有一副 沉稳于底蕴 他沉默寡言 坐在那里 始终一语不发 孟昊数日前 与子韵宗第一次看到此人时 内心也是一正 他正是周杰 青罗宗道子 当年与孟昊 曾有一场巅峰之战 那一战周杰虽败 可孟昊 净其磊落 没有灭杀 此刻五年未见 可孟昊却始终觉得 这周杰 似于五年前 有些不但一样 可到底什么地方 存在了诡异 孟昊暂时看不出来 这些思绪 都在孟昊心里 神色上 不会露出丝毫 听闻那杰丹修士开口 孟昊还没等说些什么 周老右手立刻伸出 拿起一枚青罗果 此果不俗 入药当是首选 在下就不报天天物了 周老淡淡开口 说完还不忘扫了孟昊一眼 孟昊不言语 微笑中 将这青罗果 也收入储物袋内 内心却是叹了口气 他也没想到 这次去青罗宗居然是 与这周老一同 且宗门内已定下 周老负责讲解丹道 而孟昊则是负责炼丹 这几天同传 这周老对孟昊这里 就从来没有好脸色 此事就连青罗宗之人 也都看出了端倪之处 这位周得坤主炉 名气极大 资格更老 在主炉中也是顶级的存在 有此老去青罗宗 可见紫韵宗对青罗宗的尊重 不过这位方木 此人我也打听过 是半年前取巧成为的主炉 实际上就是一个丹师而已 这杰丹修士 脸上微笑 可内心却清清楚楚 不过他自然不会表露 对孟昊的轻视 只是显然对周老那里 更为尊敬 周大师若喜欢 等到了我青罗宗 定尚请宗主 给两位大师足够的青罗国 青罗宗的杰丹修士 哈哈一笑 和善地说道 周杰在旁 从始至终都一言不发 很是沉默 这一点与孟昊此刻有些相似 孟昊也懒得去交谈 有那周老去交涉 也让他乐得清静 四人端坐此地 二人相互言谈 神情也带着愉悦 周老那里更是得意 按道 这一次的外出 定要让你这小娃 知晓老夫的厉害 时间流逝 这艘舟船速度虽快 也多次使用了船纵阵 数日后 遥遥地看到了 青罗宗的十万大山 这几天 孟昊大多数时候都在闭关 外人也不敢去打扰 几乎所有青罗宗的弟子 在看到孟昊时都恭敬客气 至于周老 则与孟昊的安静完全相反 很是威风 与那杰丹修士在一起时 更是高谈阔论 一副对丹道无所不知的样子 对此 孟昊也没有反感 至于那周老的不待见 孟昊也不在意 因为 这周老哪怕是再不待见孟昊 可却也不敢 如当初时的讥讽 以对孟昊的辩论 产生了畏惧 这是孟昊第一次 以丹师的身份 面对外人 感受着来自对方的恭敬 还有对丹师这个身份的尊重 孟昊再次觉得 自己当初 迈入子孕宗的决定 是正确的 比如眼下 若是此地之人知晓 他就是当年的孟昊 立刻就是杀鸡滔天 可如今 却是那么一种笑谈 使得孟昊内心 多少有些感慨 我此刻 才算是真正的融入到了 南域之中 而五年前的我 在南域修士看去 只是一个外来者 孟昊若有所思 站在舟船之手 遥望远处越来越近的青罗宗 目光所看 十万大山在目 庞博无尽 远处香炉 至宝青烟 直升九霄 整个青罗宗大地 都透出一股 难以形容的气势 这气势 随着山脉起伏 随着青烟九霄 随着舟船上 青罗宗弟子 神色中 带着来自骨子里的傲然 表露得彻彻底底 此刻 周老也在那 结丹修士的结伴下 来到了船首 看到孟昊在这里 他哼了一声 可毕竟二人是同宗 于宗门内不顺眼 也就罢了 宗门外 怎也不能太过明显 这一点 他还是知晓的 故而 此刻只是一横 但也没多说什么 与孟昊站在了一起 看向青罗宗 这不是孟昊第一次 来到青罗宗帮忙 可黛宇 却是与之前天地之差 第一次到来 他也是来帮忙 可这第二次 孟昊所在的舟船 几乎刚刚临近十万大山 青罗宗内 就直接回荡了 阵阵终生 六下终生 扩散十万大山 震动了青罗宗 数十万弟子 使得所有人 都在这一瞬抬头 纷纷看去 即便是没有看到什么 也在打探 最终得到了答案 紫韵宗主卢丹师 被青罗宗请来 此刻正在山门处 孟昊更是看到了 数十道长虹当先 从青罗宗内呼啸而来 在这数十万人后方 则跟着数百弟子 他们都是青罗宗的核心弟子 其中韩辈 正在其中 此刻带着好奇 美眸 宁望孟昊 至于许师姐 孟昊记得自己打探的消息里 对方已成为了青罗宗核心弟子 但却并未于这些人中看到 欢迎周大师 房大师 来到我青罗宗啊 老夫子罗 笑声回荡 双朗之意 蕴含在内 却见 当先飞来的数十人 竟全部都是杰丹修士 更有一人 其修为竟是元英 这元英修士 孟昊不陌生 他正是紫罗老祖 而此刻说话的 也正是这紫罗老祖 仇人见面 本应该是眼红杀鸡之事 可如今 这紫罗老祖 却是满脸笑意 没有因元英修为而自傲 反倒是 神色里 多有对丹师的尊重 孟昊神色立刻严肃 带着恭敬 快走几步 周老那里 速度更快 二人几乎同时迈出 向着紫罗老祖 抱拳一拜 青罗宗出动元英修士来营 这种规格已是极高 而孟昊与周老 代表的是紫运宗 也不可失礼 周大师 主炉巅峰 紫罗 指日可待啊 能驾领我青罗宗 实在是 蓬壁生辉 紫罗老祖 哈哈一笑 向着周老 微笑开口 随后 目光一早 看向了孟昊 方大师 身为紫运宗 最年轻的主炉 大名传遍南域 老夫早就听闻 今日一见 果然是 人中之节呀 紫罗老祖 这番话语 很是得体 尽管他内心 更为在意周老 可也不愿让孟昊 这里 觉得受到了轻视 此刻 他身边的杰丹修士 也都笑着 向孟昊 与周老抱拳 没有一个 以修为自傲 看向二人的目光 也都带着客气 一番交谈后 便有此地 一个杰丹修士 笑着 将那些核心弟子 召唤过来 一一与孟昊 以及周老介绍